这个时代不一样 美丽这种东西 我们是要去追求 所以我这个人实际上 我比较开放一点 我觉得不管年轻女孩 为了将来更美 或者是有一点年纪的 慢慢岁月逼近 稍微动一点 调整一点 博士赞争 因为这个能够达到科技能 为什么不要去寻求 这是应该的 所以有些人都不好意思 找了很多理由 其实没有关系 我曾经出过一个车祸 后来就调整 就是没有关系 没去理解 其实我们都可以了解 我是没有 比比外外都没有 对啊 就有一个 有一点中年的父母人 就说 医生 我想再恢复我的青春 听说来找你 都不好意思了 从后门进来 不要怕太多人都来找我 我是权威啊 你是想怎么样 再年轻人 对对对 麻烦你 如果动一动 让我的青春啊 再延续个八年十年 该多好 这个是常常有人回头 再负责 再来增加一下 岁月就是往前推 没问题 来 把他当阿醉 然后就开始掉 哇 出去的时候太太拿了镜子 哇 真的是有效 太好了 医生 谢谢你 那几年以后我们再见了 医生 有点有点移动了 没问题 这个帮帮您做帮您做 可以吗 我还想 有的人不想赚我的钱 不会 我就是有钱没有关系 我只要能动一动就好 好 我也付 照样付钱 来 麻醉进去 哎呦 又挥出了一下 很开心 出去 医生 这一次我希望我们两个再也不要见 我觉得年纪也差不多 好 再见 再也走 又过了五六年 这个太太又来了 医生啊 哎 岁月不饶人啊 麻烦您再帮我动一下 聊了一下以后 麻醉又送进去 第四次来过 那就经过 好吧 一二十个年头了 这个医生就说 这位太太 这一次我可能不能赚美金了 我不想拉了 为什么不能 你这是美容一却呢 我只要有钱了 你就要帮我拉 不是啊 这个太太不能再拉了 再拉下去 我怕你会长胸毛了 哈哈哈哈 哎 听得懂还是懂了 听得懂还是懂 这个就是从中间互钻过去的啊 懂了懂还是不懂 这个啊